等一下分到同一组的同学得讨论一下 你们认养的花谱要种些什么 等到学期末 老师会选出把花谱照顾的最好的一组 赠送限量的小礼物给你们哦 最好的 拜拜 这里好多杂草哦 先不要管杂草了 我们应该先来讨论到底要种些什么 当然是种菜啊 既可以观赏又可以吃 根本一举两得 对 种菜 种菜 我才不要 既然是花谱 就应该要种花才对不是吗 我想花多盛开的样子 一定很美 才不要哎 花又不能吃 对啊 再说我也不喜欢花 种菜 种花 种菜 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决定 最民主的解决办法就是投票 对啊 投票 赞成种菜的人举手 我 好 结果已经出炉了 种菜两票 种花一票 我们决定种菜 拜托 你们有两个人 我只有一个人 这样投票根本就不公平啊 哪里不公平啦 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啊 可是多数也要尊重少数啊 反正就这样决定了 我们快点把杂草拔一拔吧 你你快点来帮忙啦 杂草很多哎 不要大功 抗一结果不公平 抗一也没有用 随便你 跟你说 我您先去逛 小翔 今天换你去浇水拔杂草了啦 怎么又换我去浇水拔草了啦 这么快 今天很热哎 昨天是我 今天换你呀 说好要轮流照顾的 可是你根本就没有拔杂草啊 你才没有浇水吧 所以菜都长不出来 别组都是三个人轮流照顾花圃 我们只有两个人啊 丁丁 小翔 老师刚刚经过你们的花圃 状况好像不太好哦 老师 这全都是你你不好了 拜托 才不是这样呢 谁可以 给我解释一下 你们的花圃到底是怎么了 老师 都是你你不好 他不肯一起帮忙 为什么我要帮忙 要种菜的人又不是我 因为我没进投票 决定要种菜啦 少数必须服从多数 老师 他们有两票 不管怎么投我都会输 这样根本不公平 没错 虽然说少数服从多数 但是很多时候 投票结果并不能保证 完全公平 少数的意见 一样需要被尊重哦 尊重 那应该怎么做呢 当然是好好沟通哦 你们仔细想想看 有什么办法 可以接大欢喜呢 这样吧 不然我把花圃分成两边 一边种菜 一边种花 好啊 这样的话 我很愿意帮忙 记得要分成一带一小哦 这样做就对了 先等一下 既然有想象 也就是种菜组来画土地 等一下就先让妮妮来选地种花 好不好 让妮妮先选 如果把地画得一边大 一边小的话 妮妮一定会选大的那块啊 这样种菜的地就变小了 不 这次丁丁 祥祥跟妮妮的花圃 一半种花 一半种菜 不但很有创意 而且也照顾得非常好 所以老师决定 要把这次的第一名 颁给你们哦 耶 老师知道你们三个一开始 为了要种菜还是种花 意见不同 现在有了好的结果 老师也很高兴 我原先以为 少数服从多数是应该的 所以根本不用理会 少数人的意见 没想到 却因此让妮妮不开心 觉得不受尊重 虽然说少数服从多数 但是多数也要尊重少数 不然就变成多数暴力 无法让人幸福 每个人的意见都一样重要 只有不断地沟通 协调 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法 这样才能皆大欢喜 大家只记得少数服从多数 却常常忘了下一句 多数尊重少数 多数人决定的是固然应该遵守 可是少数人的意见也同样珍贵 一样有参考的价值 应该努力沟通 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 而不是以简单数人头的方式 决定所有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